为何耶稣在二千年前降生人间呢? 为何是二千年前呢? 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 历史相当复杂 一般来说 我们很难明白事件发生的原因 以及各种事情之间的关系 若果要在一切事上明了天主的计划 就更加难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个有利的位置去观察事物 就像以下这个例子 假设我们在城市里面 我们坐车遇上交通济湿 我们就会问 哎呀 为何这么塞的? 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可能看到四周街道的济湿情况 而不明白背后的原因 要看到的原因 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才可以 我们必须在高处虎视一切 那我们就会看到 原来有巡游队伍经过某条街 另一处有工程在进行 又或者有只骆驼 挡住了行人路 你一切都影响交通 阻止了我们 但是从我们的位置 我们根本没办法看到这一切 这个情景就好像我们尝试了解 天主在历史中的任何行动 不可能的 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角度来去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正如圣经记载 时期一满 天主降临人间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类先要做好准备 天主才会降临人间 这样我们必须要明白以下几点 首先 只有一个天主 这个天主不是在火焰或者雷电之中 他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 另外世人必须明白 天主不是在木头或者石像当中 接受供物或者祭品 受人摆布 世人需要明白 人与天主的共融 必须经过某种生活方式来实现 而不可以依靠原始宗教摸拜或者仪式 必须要明白 人心的转化是内受 不是靠外在的法律来去实现 不管这个法律本身有多完善 人必须要承认 真正的内心归依 不可能靠一几的力量就做得到 天主是属世主 唯有靠住他 我们才能够归依 人必须要领悟这一切 并且内心潜移默化 让天主降生成人的奥迹 达至圆满 因此整个启示的历史 看来相当漫长拔眉 在人类历史当中逐步实现 就正如圣经这样说 当时期一满 天主就降临人间 生而为人 从我们相当有限的视觉 我们只能推测 这一切 为什么在二千年前发生 不过关于天主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计划 只有我们换一个视觉 我们才会明白一切 最后 当我们与天主 圆满共融的时候 我们将好似 从高角度去看 了解一切 再说回天主圣子降生成人 ad verbum caro factum est 圣言成了血肉 血肉caro这个字 后来演出了 incarnatio 取了血肉 降生成人的这个神学用语 不过在我们平常日常的用语当中 我们英文除了听到 incarnation之外 比较经常听到人说的是 reincarnation 或者reincarnate 再次进入血肉 或者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人说的 轮回 再生 我们天主教信仰 并不相信 无限时的轮回 再生的 圣言成了血肉 寄居于我们中间 et abitavit innobis 曾经寄居于我们中间 habitavit 这个字 令你联想到 英文habitat 动物或者人类 周围猜生的环境 或者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ittи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